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 叫做男友周杰伦 女友孙燕姿 这媒体就曾经用这样的话 来评价21世纪初的华语乐坛 孙燕姿作为女歌手当中的领头人 留下的歌曲传唱度极高 不少更是歌手翻唱 包括大家KTV弊点的一些金曲 在升级当妈妈之后 孙燕姿逐渐将重心转向了家庭 比较少有音乐作品推出 不过就在日前 再见再也不见的电影 首映发布会上的歌坛天后 带着她的新歌终于回来了 在无数歌迷疯狂的尖叫声当中 孙燕姿显身了 时隔多年再次为影线唱主题曲 不知道天后的歌声 还能不能够打动到喜欢她的人呢 少了一些青涩 多了几分成熟 孙燕姿的唱腔依旧抓人 作为21世纪华语乐坛 最具影响力的女歌手之一 孙燕姿的歌声倾倒无数人 比如杨又宁 比如陈柏玲 对 这觉得很难得 因为她自己非常喜欢她的音乐 其实我今天她有记者会说超开心 就是会碰到燕姿 然后因为其实说真的我是因为拍了她的MV 才开始真的进入这个行业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小时候是 就是 这种小时候 我真的是 就是很喜欢燕姿 超级喜欢她 然后现在又刚好我们的电影的主题是再见 然后又有阵子再见到燕姿 结果我觉得很很神奇 没错 孙燕姿的事 也是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 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孙燕姿 有就属于她的那一份小任性 比如数次 其实有跟工作人员有聊过说 好像前面 三年发了七张 好像前面已经赶进入 赶得差不多这样 所以后面可能会 可能生活的关系 然后也 个性的关系 我觉得想要 好好就退出来做 就退出来 比较没有 以前的压力吧 孙燕姿的专辑一经发行 而阻挡了势头 席卷了华 得奖的是 孙燕姿 恭喜孙燕姿 我觉得 新人 一定要有歌 肯定 所以这里要感谢所有歌迷 所以跟你们分享 谢谢 2002年 孙燕姿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 便晋升成亚洲歌坛的领军人物 那一年 他和周杰伦 占据了台湾地区专辑销售量的近半成 男友周杰伦 女友孙燕姿的名号 由此而来 在享受歌迷疯狂崇拜的同时 这位亚洲天后 却突然宣布要赞别歌坛 我想大家可能想说 一年内不会看到我 那确实是真的 可是我想跟大家讲说 我会回来的 而且我会更好 带着书版歌迷的遗憾 孙燕姿第一次赞别歌坛 经过一年的休息 2004年 孙燕姿带着全新的专辑 Stephanie完美付出 并接连出版了《完美的一天》和《逆光》两张专辑 那个缘气满满的少女又回来了 当你已经决定要做一些选择的时候 大家为什么怕脱轨 都是怕失去一些东西 可是你要知道 你失去有两个东西 你如果脱轨 你失去歌迷 你也失去赚钱 你也失去曝光率 可是你不脱轨的话 你可能会失去你自己 还有爸爸妈妈的事 对 你失去你跟你爱的人在一起的时间 远离了宣慕的舞台 孙燕姿的生活同样多姿多彩 参严啦 达拳啦 瑜伽 除了生活上的充实 孙燕姿的感情世界也有了转机 因为已经就是在媒体上面都拍到了 你是说刘小胡子的那位游泳健将吗 铁人三项那个是不是 荷兰奇的那位 是他没错吧 所以你之前上的谈话节目 其实没有聊感情要干吗 通常会比较完转一点 完转一点 2011年5月8号孙燕姿出嫁了 一身白色礼服的孙燕姿 牵着老公的手走出家门 走向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数次赞别音乐圈 低调近身人气 一如既往的帅真 没有浇灭姿迷的热忱 同年的第11张专辑 事实后 以及2014年的科普勒 照样是收获播风 无论娱乐圈怎么变 孙燕姿一直都是那个迷人的任性格 环境可能都常常在变 我刚出道的时候 大家也告诉我说 已经没有人在买CD了 我CD量越来越少 可是所以呢 你喜欢的东西你会不会继续做 我没有压力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 在市场有自己的一个位置 行了 再见 北京才帮不她 好 这边